在倫敦乘地鐵經常都會遇到delay和停駛的情況 我的第一次停駛經歷就真是難忘了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更新我的影片啦 倫敦的地鐵叫做undergram或者tube 一共有11條線270個車站 全長402公里 路線是全球第四場的地鐵系統 Bekalula是我上班下班經常乘的路線 在1906年啟用有超過8年的歷史 車廂既懷舊又殘舊 我的第一次倫敦地鐵停駛經歷 就是在這條線上發生的了 在中秋街節的日子上班 竟然隔車延期延期後 叫我們去搭其他車 現在只剩15分鐘 我就遲到了 待會要找一個位置有network 跟公司說 那次是因為系統固醬 所以暫停行駛 我後面這堆人都是 我們全部都是因為這個駕車 它不動 現在就要找其他方法上班 我想我應該會延遲半至一小時 當時的路面交通濟室 本來搭地鐵半小時的車程 搭Uber都用了一個小時才到 用了15磅搭Uber上班 誰知原來遲到是扣錢 就是雙重打擊 w H B W W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